欢迎来东郊营厂 咱们又见面了 我们知道一间专业的胶片暗房 会用到非常多的设备 而很多暗房设备 它的价格都很高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专业暗房设备 多数是由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国家制造的 另一方面 暗房设备的使用群体还是不大 产量小 导致价格难以降低 但这其中有不少设备 其实是可以找到廉价的替代品 这个廉价替代品是指那些 价格相比专业设备要低廉几倍 是指十几倍的替代品 当然我也要声明 廉价替代品不等于就是好的替代品 专业设备在使用效率、耐用性、使用结果上 那一定是更优的 而廉价替代品呢 在那些效率和精细度要求不高的环节上 可以帮助我们节省金钱和空间 把钱用在更值得花费的设备上 当然不差钱的同学完全可以跳过这期节目 接下来就替我慢慢盘点一下 我的暗房里的这些省钱的替代品 首先是一个放大常用的设备 显影盘 我右手这个呢是一个8寸的专业显影盘 通常的售价是三四十块钱 而我左手这个呢 一个餐盘 材质和大小几乎一样 甚至还更厚实一些 价格十块钱 尺寸更大的 当然价格差别就更大了 但其实使用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就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期待品 那专业显影盘的底部通常会有凸起的条纹 然后会有一个倒水口 方便药液回收 那在使用餐盘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 然后是另一个暗房必备的设备 观片器 这是一个香港产的专业的观片器 价格120元 这是一个国产的A3尺寸的烤杯台 价格也是120元 而面积相差了好几倍 当然专业观片器 它的色温也许更准确 发光更均匀 但如果你不是经常需要观看反转片 这样的一个烤杯台 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接下来呢是安全灯 安房的安全灯各种各样 红灯 纳灯 可变色灯等等 价格呢几百几千的都有 而我的选择是一个 多口灯座和五个廉价的安全灯泡 总价是105块 每个灯泡是0.5瓦 加上这个五口灯座就等于把亮度提高到了5倍 当然便宜归便宜 安全灯还是必须要测试的 我的这个五爪安全灯距离放大机台板约1米2 我用三号相纸和可变反差相纸测试了5分钟 可以看到安全性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一个设备是湿条版 通常专用的湿条版的价格在二三百块 那我用K卡纸和胶布自制了一个 使用齿板来固定 约等于不要浅 我一般把它用在采放的时候做湿条用 虽然在湿条的接缝处遮光性不是那么好 但对于湿条来说这一点已经完全可以忽略了 这样呢就又省下了二三百块钱 然后呢还有相纸水洗器 一台体积大水洗效率高的历史水洗器 通常要两三千元 而我用垃圾桶 亚克力板和水管自制的这台水洗器 成本是370块 关于这台自制的水洗器可以观看我之前的一期视频 自制相纸水洗器 通常人们在暗房加热药液的手段都是用水浴 那你可能就需要一个水槽 一个加热棒 还需要一个控温的设备 而我的选择是微波炉 这几乎加加都有吧 而且现在普通微波炉的价格也很低 使用微波炉加热药液的效率非常高 而且我完全没有发现这种加热方式有什么坏处 当然微波炉加热的容量和时间曲线最好自己测一下 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控制 另外呢 微波炉还可以用来快速的烘干试调 查看相纸干燥后的影像效果 也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 下一个我想说的设备是一个大价 相纸整平机 专业的整平机呢不仅价格昂贵 动辄上万 而且体积巨大 重量惊人 通常24寸大小的整平机 重量都在百斤以上 哪怕我买得起 我这小小的暗房也根本放不下 通常它的一个廉价替代方案呢 是用热转硬的烫化机 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 价格通常在一千里内 这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高了 而我使用的廉价替代替 是它 速风机 先说一下价格 我这个A3幅度的速风机价格是148元 然后再来看看效果 这是自然亮干后的止机质 卷的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可以看到它的卷区是多角度多方向的 我把速风机开到高热 把它过一遍 可以看到只一遍 它的卷区程度就已经好了很多 基本上只有一个方向角度上的弯曲了 那我通常会多过几遍 然后把它垫上卡纸压在玻璃板下 这是第二天拿出来的效果 基本上已经完全压平了 只有边缘还有一些不太平 总体效果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而它的价格和专业整名机相比 差了有百倍 体积和重量那就更不用说了 OK 以上呢就是我的暗房里的一些廉价替代设备 它们可能没有专业设备那么好用 但也足以支撑起我的整个暗房流程 帮助我逐步提升暗房的操作经验 那你的暗房里有哪些好用的廉价替代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这些廉价替代品能让你的暗房 玩得省钱又开心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